字幕索兰威 好了 又來到甜思思的最後一集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 如何做一個水蜜桃蛋糕 這個蛋糕真的很簡單 现在先介绍材料 现在要用一粒粒底盘 然后要用牛油纸 做这个蛋糕我自己家做 都觉得这么快就做好了 好了 舍好牛油纸 放进去 好了 还未成功 现在要围一个圈 因为稍后我放每一层层次会比较高很多 比蛋糕毛高 所以现在要做另一个功夫了 就要围一个圈 好了 我拿了胶纸 就粘好它的折薄位 就要这样了 现在的步骤真的很简单 把所有lady finger 就放在底下 就铺平它 如果有一些位置 它是比较小 或者小了 那你就可以剥断它 就好像现在这样了 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就将那些 肚子切它一条条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买新鲜的生果 肚子做也可以 好了 我切完之后 把它很随意地放进去 不过也是要平的 但是还是不明白 因为外国人可以吃到蛋糕很甜很甜的 有时候我问他们 我说真的很甜吃不到 但是他们就真的这样回答 甜品 甜品就是要甜的 然后我说 但是真的甜到 在这里 你觉得很疼很痛 怎么吃 但是他们是吃惯了这么甜 所以他们是喜欢的 好了 现在这个步骤已经搞定了 现在就拿这个棉花糖 再倒些橙汁下去 我看到棉花糖想起小时候 因为我很喜欢买这种棉花糖 一包包来吃的 那我们就要放微波炉 叮它一分钟 就可以了 那个棉花糖已经融了 那我现在呢 把那些姜啤下去 搅一搅一搅 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搅一搅呢 就是拿那些奶油 再发奶油 好了 奶油已经发好了 那我现在呢 就要搅一搅 那就可以了 好 先搅拌它 所以刚才呢 好像拿了两包棉花糖 就觉得呢 怕很甜 其实根本不怕 因为又放了橙汁 姜啤 接着呢 还拿了呢 好多的乳酱汁 下去呢 那边后呢 味道很淡了 所以呢 我试过就真的呢 不怕甜了 好了 拌均匀了 那现在呢 就要倒下去了 那现在呢 就把手指饼呢 铺平它 好了 那现在呢 再把乳酱汁呢 用来呢 盖上手指饼的 这个蛋糕呢 就要冰它一夜 製作小贴士 棉花糖做蛋糕 其实棉花糖 不单只可以用来做蛋糕 还可以用来做 Tiramisu 芝士蛋糕 慕士蛋糕 饼干 布甸 甚至乎是雪糕都可以的 原因是由于棉花糖里面 含有凝胶成分 康贝的时候 预热就会融化 它是用来取代一般 甜品常用的蛋糕糊 成品的口感也很细理 而且味道特别 所以 有人会用这种方法 取代做法比较复杂的蛋糕糊 而且 用棉花糖的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将棉花糖切开 然后 将牛油和棉花糖一起用锅 中火直接煮至融化 也可以单独将棉花糖 放入微波炉里叮热之后 再加入其他材料搅拌 这样就可以了 材料小百科 姜汁汽水 这款水蜜桃蛋糕 用到的姜汁汽水 相信大家平时都比较小留意 其实它是一种炭酸饮料 不含酒精 颜色金黄 气泡棉密 味道温和 有些像加了姜的雪碧 也像香檳一样 那么容易入口 总括来说 是姜味比较淡的汽水 而这种姜汁汽水 梳打水和湯力水 是调配鸡尾酒最常用的三大炭酸饮品 话说姜汽汽水 是百多年前 由爱尔兰人发明的一种饮料 但当时是直接饮用 所以 口味比现在浓很多 后来当大家发现 这种汽水 用来浇走的时候 可以将口感更淡 于是 就改良成为 现在的干姜汽汽水 好了 说好了 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看到的手指饼和肚子 就觉得它的外观不太好看 那我就拿回这一盒粉奶油 掃一掃它 我现在铺了 它好像一颜一忽不漂亮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 就可以帮手了 我们画它平平 如果我们有一个转盘 更加好 好了 它的奶油已经包匀了 面上我也想放一些生果 那这个设计呢 那这个设计呢 随着你们喜欢也可以 不是一定要跟我的 好了 那这个蛋糕呢 已经搞定了 这个装饰 就很简单 那我现在呢 就拿一些朱古力刨上面 那就可以呢 感觉不同得多了 那这个甜品呢 已经做好了 又简单又快 又用很少时间 那希望你们试试试试试吧 银领成分 棉花糖 可能大家会问 棉花糖 会有什么營养价值呢 原来棉花糖 最初用来治疗猴痛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 古埃及人已经知道 将生长在野外沼泽的植物 药熟葵根部榨出汁液 并且将汁液和蜂蜜混合成一种 用来治疗喉咙不舒服 和消化系统疾病的喉糖 而药熟葵的英文串法 是和棉花糖一样的 后来法国厨师发现 药熟葵的黏液和水混合 会形成浓浓的凝胶状 于是就将药熟葵黏液 和糖漿、蛋白、香草 搅拌成为棉花糖 到了今时今日 为了折省成本和大量生产 药熟葵黏液已经被棉胶取缔了 棉花糖变成了由糖、蛋白、棉胶 合成香精和稳定剂所制成的糖果 不过也由于棉花糖 含碳水化合物和糖粉 所以能够迅速为身体提供能量 水蜜桃含有多种维生素 钙、磷等母基盐 有保抑气血的作用 土的含铁量较高 可以增加人体血红蛋白素量 是缺帖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 另外水蜜桃的主要成分是借糖 而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比较少 但是属于纤维成分的果胶就较多了 有整长的功用 要记住 未成熟的土是不可以吃的 否则就会腹脏 成熟的水蜜桃都不可以吃太多的 另外糖尿病患者血糖过高的时候 都不适合吃这种的水蜜桃 要记住了 好了 很快又来到最后一集最后一个甜品了 名字就叫做红山梅薄脆 或者先介绍一下材料吧 材料有 蛋白三只 糖175g 婴酥粉1茶匙 淡奶油 红山梅350g 好了 现在就用蛋白 好的 把它拌婴 然后加少许糖 放下去就可以了 现在先放婴酥粉 好 把它拌婴酥粉就可以了 好 好 现在来到最后一个步骤了 随我们怎么知道都可以了 像这个肥手指一样 一个黏一个这样的 好了 就是这样了 这个呢 我就觉得都很新鲜的食法 它又很薄脆的 这样呢 接着你再放一些奶油 接着再放你最喜爱的水果 一起去咬 哇 很新鲜的 所以这个呢 现在这个天气 秋凉 又不热 又不潮湿 真的你焗完它之后 你放它一夜 完全不用放冰箱 又不用开冷气 这样到第二天它都是很脆的 而且它不会黏黏黏 但是这个夏天做呢 你就会很烦 你煮完之后呢 接着你又怕它会热 好像潮湿那样黏黏 接着你又要开好冷气 用来很干爽 用来保持这个甜品 要么你就放入冰箱 它就可以干爽了 但是冰箱再拿出来 不够几分钟 或者一两个字 它开始又会变得濕濕濕濕 就没那么脆的了 所以现在这个天气 做甜品我觉得 哇一流 好了 140度 75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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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小百科 澱粉 烹调所用的澱粉 一般是有 有玉米粉 绿豆粉 薯仔粉 番薯粉 和小麦粉等等 玉米粉 食谱上的玉米粉 通常都是指玉米淀粉 一般在做蛋糕的时候 也都加入少量用来降低面粉的根度 增加蛋糕的松软口感 玉米粉 在港式食谱里面 又叫做生粉 粟粉 婴粟粉 豆粉 而台湾呢 就叫做太白粉 一般又指薯仔淀粉 说回玉米淀粉 为什么又会叫做婴粟粉呢 话说这个叫法是由西方传过来的 因为以前 鷹牌的玉米淀粉市场 佔有量比较大 而玉米粉 又简称为粟粉 所以自然就变成了婴粟粉 其实以上这么多种类的淀粉 都具有凝胶作用 而它们性质 当然是量有差异 但是基本上都是可以互相剃换 效果差别都不大 好了 起床就变成了这样 挺有趣 好像一条大手指 好了 那我现在就放那些奶油上去 那些奶油 我就不会放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本身都有糖 这一集最后一个甜品 最终是24集 其实也很开心 我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回忆 而且它们又慢慢会给DVD给我 让我自己收起 所以很开心 那将来我老了 可以给我的酸看 好了 那我随意这样撕它就可以了 其实很多时候你们不知道 你们现在就这么看 哇 几分钟又搞定了甜品 但是你不知道呢 哇 之前预备那些甜品 汁东西那些 真的用了很多时间 所以 所以有时一看 做完了吗 这么快 但是真的用了很多时间 好 你看 现在很随意这样撕它 接着我就放生果上去 有时做甜品是用来满足自己 OK 这样做好了 如果喜欢可以搭多够 上去 好 再放些奶油 好像刚才那么随意 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很乞意了 做这些可以了 你就要做 就要想一下表面 如何整理它 不过如果有时做酸 我觉得很烦恼 你又要衬色 你又怕衬色 衬得不适合 一做失了 然后整个蛋糕很噁心 所以有时 在想色方面 我自己也好像有压力 有时偶像有压力 好 先切在这里 好了 现在加些朱古力 立刻有不同的感觉 营养成分 营养成分 红山莓 又或者叫做复盘子 含有有基酸 糖类 以及维生素B2 C 和E等等 而当中含有的可用性纤维果胶 可以帮助身体 排除胆固醇和毒素 红山莓 还含安基丁等抗衰老物质 还有抗牙物质油花酸含量 臨床显示 食用红山莓 对于眼痛 喉咙痛 洗牙 有好好的消炎效果 配合其他食料 还可以治疗乳经失调 经常性的经血过多 流产 作呕 辐射 伏射 伤风 感冒 和乙童胃质等等 现在又去到最后一集 很希望 或者将来 可以有机会再见 因为今次十四集 其实都学了很多东西 如何拍摄 预备 以及每一部分 要怎么做 因为之前什么都不懂 或者对镜头 要怎么说 其实 通通是零的 但现在开始 慢慢慢慢 都了解到少少的 都很多谢你们 二十四集 都继续支持甜芝芝 还有给了很多个机会我 因为 我看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这样去看 之前都好像 不是很多东西 讲 但是 你们都有给机会我 继续去看 所以才可以做到今天 有二十四集 希望将来可以再见 拜拜 拜拜 这款甜品 是这间餐厅 前主席妈妈的 冷手甜品 来的 说明是住家制 那当然是落足料 大大件的甜品 加上十足的馅料 是不是很有家的感觉 吃下去的口感 真的很丰富 所以令到客人 吃完一口 又要再多一口 心态 心态圆 香浓的巧克力夹心 一直都是心态圆的卖点 但是 这道甜品巧妙地 运用了雪糕 来达到一个滑浓点精的效果 浓郁的巧克力 加上细腻的雪糕口感 绝对是有加分的效果 这个甜品我还没吃 我已经闻到 阵阵的很香的巧克力味 那我现在就试一下 看看口感如何 它真的很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很暖 而且它的巧克力味 它不是说是甜的 它很浓 但它又不是很甜 再加上一个冬的雪糕 和一个很暖和很香浓的巧克力 吃下去的口感真的很好 芝士蛋糕 至于这个芝士蛋糕 就很符合传统的美式甜品文化 有一种简单又直接 不像一般卖上奢华的甜品 这个甜品好像在跟你说 凸出来就可以了 一吃下去 已经感受到一个很薄脆的焦糖 还有有软滑的酸甜的芝士蛋糕的感觉 还有吃到下底 也有一些薄脆的感觉 还有所有甜品的买相 你看下去 又简单 但你试的味道 也很简单已经试到了